台灣是不是已經成為詐騙之島 台灣的狀況應該是更嚴重 也就是說我們 沒有 如果最嚴重的情形是新加坡 那當然不要跟他比差啦 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 其實八年期間 從原來的大概每一年是兩萬三千多件 一直到一百一十二年 大概三萬七千件 其實相對檢察官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檢察官助理 目前為止入法了沒 您的看守時間到520 您能不能在你任期內 把這個案子送到立法院來 方委員長 恭喜你 來回任立委 謝謝院長 我想今天 是我第一次在立法院質詢 我想問一下院長 人民的生命財產 大概是你最重要的任務了吧 是 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包括前幾天 大家爭執的非常多的食品安全 那當然也有財產上的安全 是 所以院長您也當過副總統 那現在是行政院長 您覺得這八年來臺灣 是不是已經成為詐騙之島 確實全世界的詐騙的趨勢都有在增加 特別是在COVID-19的這個期間 那如果根據國際相關的組織的這個發布呢 在以開發國家當中都受到詐騙的困擾 臺灣也不例外 臺灣的狀況應該是更嚴重 也就是說我們 沒有 如果最嚴重的情形是新加坡 新加坡 好 那當然我們不要跟他比差啦 但是所有的臺灣人應該都接過詐騙電話 您接過嗎 我沒有 因為我比較忙很少接電話 比較忙沒有接過 大概只要是正常人都有接過詐騙 或者是相關的訊息 或者是自己的親朋好友 大概都有詐騙的經驗 我去朋好友就有 所以詐騙在臺灣 今天部長在旁邊 臺灣的詐騙狀況 法務部你覺得你滿意嗎 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 然後你還有努力的空間 因為每一次都有 新興的一個詐騙的手法 那我們一定要針對 他們新興的手法來 就是說詐騙的手法太新了 新到我們跟不上 是嗎 等我們發現的時候 我們就要擬進一個具體的一個做法 來因應 對 部長 我想臺灣是詐騙之道 這個名字並不好聽 第二個 詐騙的猖獗已經成為百姓的痛點 尤其是剛剛過去的總統大選 其實每一個陣營 包括更多的相關的人 包括立法院都一樣 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剛剛講的 人民的財產安全 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所以詐騙 猖獗 不應該成為臺灣政府的代名詞 所以 詐騙的數量 院長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 這數字非常的驚人 其實在105年到現在 就是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 其實八年期間 八年的成長率 從原來的大概每一年是兩萬三千多件 一直到112年大概三萬七千件 他的數量斷的飆升 然後金額從幾十億 三四十億到五六十億 現在已經到八十八億 所以院長 這個數字是 尤其是這三年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三年特別的嚴重 所以委員我剛才才跟你講說 如果按照國際的這個狀況來看 全世界都是這個趨勢 那我們的這個上升的趨勢 大概是在增加百分之六十啦 其他國家是有增加 但是我要跟委員說明的是 在這個詐騙的金額確實是有增加 但是我們在打炸的努力當中 我們追回來的這一些金額 還有在這個銀行的欄貴的金額 是因為黑數增加還是因為你抓到的比較多 我們抓到的多以外 另外我們也因為抓到以後 就有一些 他的詐騙的金額有拿進來 然後再加上這一個 這一個銀行的櫃台的主炸 我們主炸的情形大概有一百二十幾億啦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努力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你看看地檢署 這個昨天我們開過記者會 我想部長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電信詐欺三年之內成長了百分之三百六 也就是說檢查署的人力負擔真的是相當重 第二個他的數量 從三萬四千件漲到一十六萬件 這個比例喔 這是非正常的狀況 所以就所謂電信詐欺 目前大概是台灣最大宗的愉快 對吧 財務長 謝謝委員的關心啦 那檢察官助理啊 去年行政院啊也支持我們 有一百名的檢察官助理來幫忙打炸 那而且今年又答應給我們一百五十名 所以對檢察官這個打炸的效率來講一定會提升的 所以檢察官助理是在民國八十八年其實就有提案了 但是當時通過了法官助理還有檢察事務館 那二十多年來檢察官助理其實在 檢改齁包括 所謂的檢改團體他們一直都在主張 那現在打炸不管是打炸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刑事偵查犯罪也好 其實相對檢察官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檢察官助理目前為止入法了沒 還沒有訂立在法院主治法 不過我們先能夠因應現在的需要 為什麼你要擺這麼久呢 我剛剛講已經八十八年到現在 我們上個會期已經有提出來 來修正的這個法院主治法的草案 那可惜沒有通過 所以我想這個會期如果委員支持的話 我們希望盡快能夠通過為 法制化的檢察官助理 目前我們是行政上先來加強他們 所以院長明年一百一十三年 明年還會有繼續給他們預算嗎 現在一百個嘛 還要再給他們一百五十個 對兩百五十個 所以但是什麼時候要入法 你什麼時候要送到立法院來 入法就像剛才我們部長講的嘛 我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努力 那我們會來研議以後 來看看這樣的一個合適性 當然需要我們來開相關的 學者專家的研議 院長您的看守時間到五二零 您能不能在你任期內 把這個案子送到立法院來 應該可以吧 應該都會閒那麼久了 是我們馬上提出來 那希望委員能夠大力支持 我們會支持 而且我們希望你們盡快送進來 能夠在院長卸任的時候 留下這個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不過跟委員說明 因為法院主事法是司法院所主管的法規 那會受到司法院的耽擱 不過委員提案了 當然我們盡快來配合來支持 如果他是重要的 就不應該受到耽擱 如果司法院要耽擱 就請司法院快一點 表示意見 而不是我們把責任推給司法院 好嗎 部長這是你的責任 五院都要互相尊重 不要互相尊重 所以司法院如果他有更多 如果要做就不會有人耽擱嘛 所以我們要好好跟他溝通 了解他們如果要當哥的理由在哪裡 部長如果這個案子之前已經編了運算 也給了一百個表示他是重要的 接下去也要再給一百五十個 表示他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說要通過 跟司法院溝通 那行政院的立場 事情的解決有兩個嘛 一個就是立法嘛 另外一個就是說從行政的角度嘛 行政院的角度 我們就先給他充實他的人力 我需要的是時間啦 我想大家都沒有爭議了 現在就是時間 還要有 還要有司法院 有三個院要一起來努力啦 所以我才說嘛 這是您 如果假設您五二零 任內 是不是完成這件事 是您的一個任務嘛 好嗎 院長可以承諾 盡力在這個時 這個會 我盡力來追蹤 好 因為這個案子看起來沒有爭議 而且行政院也樂觀其成 預算也有了 所以不要再說 程序的問題 好嗎 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打炸 不會只有一個打炸辦公室 打炸 是全民一起 第二個 要給他武器 要給他人力 好我們會 委員那個打炸 不是只有打炸辦公室 打炸辦公室 是coordinate 是啊 內政部法務部 通常 所以我要說的是 人民在看你的決心 人民在看你的做法 第二個 要給他充足了人力 跟設備 他才能夠讓台灣脫離 所謂的詐騙指導的 惡民 好嗎 院長 我們也希望你在會期 五二零之前 完成這件事